我的天天 终于要出嫁了 你说 你爸爸要活着在世 能看到这一幕该多好吗 妈 干嘛说这些啊 我还以为你会说 终于把这个圣女 给扫地出门了 傻丫头 妈妈 不舍得 好了 添添啊 妈妈呢 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你过了今天 就是赵小野的妻子了 这个 可不能再反悔了 可你心里头 真的能 忘掉赵明媛吗 我不想对不起小野 你不想对不起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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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赵明媛经历了那么多事 入定了有缘无分 今天我既然决定了要嫁给小野 所以我不会后悔 不想做这件事 但是你不想对我 送你 我让你车都犯了 你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她还活着 她鼓励我 让我不要再沉溺过去 跌倒了 要学会自己爬起来 这些年 她都放下了 一直在 你跟天天收留的小爱 和强强的那家孤儿院做义工 体验了之前 不曾有过的平凡 快乐 是因为世而复得的妈妈 让我下定决心要成长 不能再逃避 未来的路 我要学会保护她 因为她已经没有了丰满的羽翼 来为我遮风挡雨 我知道 把中国品牌推向世界 一直是她的理想 而今天 这理想终于实现了 还有明远 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必须和过去的那个我告别 才能有新的起点 谢谢你 这一路都陪着我 让我成为了像沈天天那样 有理想的人 我也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跟天天的感情 不会出现那么多波折 可能现在已经是幸福美满的桑口之家了 其实 那天 你对明昕姐说的话 彻底打开了我的心结 我想 我应该寒笑放手了 妈妈还活着 我们决定四处游历 去交流更多的民间服装工艺 你也不用觉得亏欠我太多 而牺牲你自己的幸福了 所以 明远 你不用担心我 我知道 你心里一直放不下沈天天 别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了 去找她吧 还有 请允许我最后 再称呼你一声 我的男神 糖果儿 非常喜欢 她每个人都被遭送到 你倒是几下 后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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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